大家好,我是莱莱爸 今天我正好来到了比一区这边来办点事 那么经过多人多社区的一个比一区社区的一个图书馆 那么我在这外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他们的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非常高 那么这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难道只是仅仅是跟他们这个国家富裕有钱有关系吗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我想其实也不完全是 一个国家的国民文化顺值比较高 我想应该可以从这个国家他们重视教育是有关系的 那么重视教育又是从最基本的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国家他们对于老百姓读书是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是一个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呢实际上是在多伦多的每一个社区都有的一个图书馆 它是一个整个系统叫多伦多的图书馆系统 多伦多的图书馆系统它是非常是政府投资的 当然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政府用于投资于在每一个社区都会建一个类似的图书馆 那么图书馆里面所有的藏书是整个系统里共享的 只要你是在多伦多居住的军营 无论是公民也好还是永久居留也好 只要凭你的身份证明 你就可以免费的办一张图书卡 而且这张图书卡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都是通用的 但我以前就是这张图书馆系统里面的人 就像拾回来的 我们以后再看了一张图书馆系统里面的时候 我们去讲课样的 然后再看你们可以下维修 对这张图书馆系统里面之后 先干沙 inflammatory 编书馆系统里面的 在这张图书馆系统里面了 等于是你有了这张卡 你可以在任何社区里都可以阅读 借书借到书 同时也可以用图书馆里的所有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电脑啊 可以在里面阅读啊 可以在这里面做作业啊 那么另外它整个图书并不是说 整个每一个社区的图书馆是独立的 分裂的不是的 它们是整个系统是共享的 你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查询 整个系统里的所有的图书 你都可以借 而且你借了以后 如果它这个书并不在你的那个本地的图书馆 你可以通过网上可以预定 那么整个图书馆之间 专门有一个图书传书系统 能够在两到三天里面就把图书 转移到你所住的地区的图书馆 然后你只要拼图书卡到这个图书馆去取这个书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所以说我在想 一个政府一个社会 老百姓读书的数量 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社会 老百姓的教育水准 记得以前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里面 或者说在一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图书馆以外 几乎在每一个社区里 就是说很难找到非常像样的 有规模的图书馆 而且它的长书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 仅仅是一些非常通俗的一些书籍 但是我在想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 那么政府已经从以前 可以说没有钱 但是现在已经说 可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府 应该说不存在金钱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社会 比如说在上海这个城市 没有办法看到像多伦多这个城市 一样的图书馆系统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说 中国现在有钱了 我觉得最耽误自己 应该在全国范围里面 或者各个大城市先开始 能够造一个像多伦多这样的图书系统 那么这样子让社会的知识的普及阅读 成为一个老百姓生活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习惯 那么大家不是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老是出不了诺贝尔 诺贝尔奖金的得主 而在加拿大有好多位 包括日本 包括德国 其实这些民族 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读书的习惯 你在地铁里面 在公共场所里 你经常看到大家都是手里面一本书 但是我有回中国过去 其实我发觉现在 大家在中国的地铁里面 大家都是坐在那边 拿着手机看手机 那我想也许这就是中国和一些西方 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的一个 一个大的区别吧 那我想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下想 那么无论什么观点 欢迎大家留言和我一起讨论 那么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 有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分享 那么 下次再见 谢谢